由于租金的调整机制是法例里面写了下来的 所以加租一成就很难避免了 因为是根据法例去落实的 但是我们有一些建议的 第一就是大家留意到其实防委会所收集回来的数字 跟我们每两年检测一次最低工资一样 都是素面上的一些数据 事实上我们认为 纵使公屋住户的收入是有增加 但是由于通胀和不同类别的开支 其实已经蠶食了收入的升幅 所以你说要完完全全反映在租金里面 就是说我们的住户其实是需要应付双倍的通胀和开支压力 这是第一 所以其实我们认为在现有租金调整机制里面 如果只是计算收入的上升而没有扣减通胀的话 其实是不能够全面反映住户它面对的生活压力和困难 这是第一 另外第二就是大家可以留意到 由于我们现在用的数字 为了方便去计算 其实都是用一个平均数 事实上在平均数以下和平均数以上的家庭都有 当然在平均数以上的它是着数了 但在平均数以下的住户其实它的人工 即是家庭收入的家庭是没有这个平均数字那么高的 那怎样去帮到这帮人呢? 事实上过去大家可以看到在2012年那时候 还有一些负面措施 譬如今年加租了就会负面你一个月的租金 我们认为欢迎一个月的租金的做法是最实际 以及最帮助市民输解这个加租的压力 就好像我们刚刚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一样 如果你要花很多行政费去计算这一样计算那一样 然后最后你发觉是会计算那一帮人的话呢? 那你不如就通法通派 所以其实免租呢是最符合这个成本效益的安排 那但是大家都留意到 2014年和2016年的加租呢 都没有了这个欢迎租金的安排 如果房委会最后真的做不到 不能够落实这个租金欢迎的话呢 我们认为都要在那个租金援助方面 要想多些办法 因为事实上呢 现在那个租援的限制都挺高的 特别是我们收到一些新屋邨 譬如是水泉澳邨的街坊 他们新入伙的 他们收入 如果真是追不上那个租金的加幅的话呢 其实他们申请不到租援的 为什么呢? 原来申请租援呢 你是要在那个单位那里住满两年 之后才可以申请的 水泉澳邨呢 刚刚住了几个月至一年左右 那么呢 就未符合资格申请租援 所以对于这些新屋邨租金季 有机会受这次加租 而令到他们面对更加紧逼的经济负担的时候呢 他们找不到出路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认为呢 政府是值得考虑为一些 譬如申请不到租援 这些情况是否能够豁免呢 豁免那两年 居住的年期 令到他们可以 真的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申请到这个租金援助 最后呢也都要说回呢 其实整个租金呢 他说平均数呢 是大概每一户加188元租到 但是呢 原来我们看看他下面的细表呢 大概是有七十几万户受影响 其中三十七万户呢 就是加二百元以下的 仍然呢 都是有成二十六万 二十五六万户左右呢 是要加二百元以上的 那么我觉得这个数字也反映了呢 其实平均数呢 也有他的缺留 所以呢我们希望呢 防委会呢能够 重新检视 我们那个租金调整的机制 从一个根本的方向落手 避免呢我们的可租 避免呢我们的公屋的租金调整呢 好似港铁的票价一样呢 有加无减 所以呢 必须要重新检视 譬如我一开始讲的 就是扣减回那个通胀的元素 令到呢 所得回来的数字呢 更加贴合公屋住户 它现有的生活水平 和那个承担能力 主要是这样 听下大家有没有听 另外你想问 另外你想问 那个委员那里 有没有想 都说 这一场过来应该 呢 去见面 如果这一场过去见 你是说港铁的那个 OK 这一方面呢 我们有其他同事负责 但以我所知呢 就未有有关的安排 因为我相信 他要做很多关公的工作 但我觉得 现在 政府已经有 一个调查委员会 其实他应该主动 向调查委员会去交代 多个去游说我们的议员同事 就是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明天会 明天会 你收到一些 我暂时未掌握到 明天会 明天不审有一个 即是在委员会 第一个行李派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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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支持 有几样东西 其实我们一直都认为 立法会的权力 及特权条例 是应该用在 一些重大的事项 之余呢 还要是政府 他说不做 那我们才会考虑做 那现在呢 就很取决于 其实政府 究竟会不会 就是在 当然他现在要处理 那个 沙中线其中 那个 红瓣站那里呢 就已经 很投行 那但是要看回政府呢 其实他会不会 就着其他方向呢 都 成立一些委员会 那这个要看回政府的回应 我们才去调整究竟我们的取态是怎样的 谢谢